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农业也正在推进清洁生产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浙江离水静云县就以当地的特色产业焦白为媒介 打造乡村清能生态示范工程 静云县的乡村清能生态示范工程 也叫水光氢生物质工程最近启动投运 利用当地富裕的焦白接杆等生物废集物制成沼气 在利用当地光伏水电生产的氢气与藻气反应 合成生物质天然气 形成了一个清洁高效能源系统 促进了农村生物智能循环利用 还能给农民带来一份额外收入 以前的焦白杆是都赖在田里或者烧成灰 现在有人来收购了 对我们增加一笔收入 环境好了 对我们实实在在是一件好事 据了解 这个项目预计每年可产出天然气1.5万标方 可以满足100户农村家庭一年的燃气需求